今天告發的對象是中國國民黨花蓮縣黨部主委張憶華先生 最近我們也知道在許多的選舉場合 針對花蓮的礦石碎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議員是來自於花蓮縣各個角落 每個議員都有他背後強大的民意基礎 我相信他們在審議任何的法案的過程 都可以自由的表達他們的意思 那花蓮縣的礦石碎 在去年我們在花蓮縣議會 在第本屆十九屆第四七次的臨時大會 已經三讀完全通過 而且在去年110年的10月22號 我們也正式發文新聞給花蓮縣政府 也告知他們我們所通過的這個議案 但是接下來這個法案必須經過財政部的同意後 才可以開始實施徵收 那這個張先生呢 那不斷在目前在各個選舉場合說明說 我們花蓮縣議會的議員多所阻擋 那我相信這個是不實的言論 那本會 花蓮縣議會 那畢竟有自己執行公權力的義務 那我們針對這種不公不義的行為 所以我們正式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 提出告發 那我們希望能夠以正式聽 少數的五黨籍議員 也不支持 第三股力量最讓我痛心 也最讓徐政衛現場掉眼淚的 是藍皮立虎的國土黨的議員 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一個對十三鄉鎮市建設這麼重要的礦石稅 他對十三鄉鎮市的影響是全面性的 這麼好的建設的我們礦石稅 為什麼這三種議員佩佩不支持 還在一位公然班財團講話 所以現在財政部為什麼不審 他在等11月26選舉結束 我們得到的答案是等選舉結束再審 我們想也知道 財政部想要看 11月26花蓮這場選舉 到底是過去支持礦石稅的議員 當選比較高 還是反對礦石稅議員 個個都當選 那就是花蓮的不幸 未來是連徐政衛就算有再宏偉的計畫 再想要做事情 也是腳步難為五米之吹 我想民意代表在任內他對公共政策的議題 是必須接受選民的檢驗 這也是民主政治選舉可貴之處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提醒選民對某項公共政策議題 這些議員過去在問政 乃至未來他的政治立場 他的公共政策的立場 乃至他對地方建設 對地方福利等等持的立場 我們是就我們所知善盡禁告知的責任 提醒選民 應該把這個議員做一個檢視 我想議會是一個機關團體 那麼我們針對是個別議員 他對個別政策議題 他的主張或不主張支持或不支持 提醒選民 這個事情跟議會毫無干涉 所以議會他出來做這個 我們認為在選舉階段 不應該浪費司法資源